字幕君 哈囉 歡迎回來 現在才知道這一part呢 有來賓 特別來賓要來我們的節目啦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部曲已經 超厲害的 沒錯 那是誰呢 我們來先Cue一下字卡 好 機器人玩具收藏家 獨孤飲武 收藏經歷呢25歲玩塔米亞田工模型遙控車 然後30歲收藏影音LD、DVD、藍光3D至今 37歲投入超合金機器人玩具收藏至今約18年 53歲打造無敵鐵金剛玩具的收藏室 54歲將收藏室進化成無敵戰艦的主題室 歡迎 歡迎 歡迎我 那 幫我們跟那個 廢話不會很老啦 沒有啦 透露年紀 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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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先來聊一下這個名字 蠻特殊的 這個 獨孤飲武 本身是自己取這個名字嗎還是 獨孤飲武這四個字 對 這個蠻好玩的 就是在2009年 那時候不是有開心農場嗎 大家都好像過 我就是因為那個開心農場 我才註冊FB 然後當初不是就上去註冊要有名字嗎 打名字 對 想說在網路上不要用自己的真名字 對 而且我的名字 我的真名比較不像男生 所以我想說就自己來取一個 那就獨孤飲武四個字 那獨孤因為我是第一次在網路嘛 所以孤獨一個人 可是我把它電倒過來就獨孤 然後銀舞 我通常都是喜歡做幕後工作的 所以我希望我是個銀舞者 喔 獨孤銀舞就是這樣 還蠻帥的啊 有來的 是有有來的 有有來的 那本身是從事什麼行業呢 我本身從事那個網路 網路情銷平台 像打抗 對 所以我本身就喜歡在網路上分享 那以前其實我也是做傳統產業的 我最後一份的傳統產業是在做自拍輪 你們應該有留過吧 有有有 我超迷 超迷 超迷 是假的 有某一段時間是非常流行的 像那國外的像Rollerblade 或什麼CCM 他們都是我們做的 我們都是 你也知道我們台灣 應該是代工嘛 那以前工廠都在泰國啊 大陸 所以我常常就這樣飛來飛去 當空中飛人 那現在的那個shop.com 跟你現在的這個收藏有關係嗎 就是因為當初這樣飛來飛去 我就不想做了 因為覺得太累了 而且跟家人相處時間可能比較少 對 我相信女生最知道了 老婆的話 我想說 雖然收入很棒 可是我就把它放棄掉 那時候我就在講 網路我個人認為網路是未來的趨勢 所以我就 剛好在 偷菜 我不是在開心農場偷菜嗎 就認識 偷著 偷著我認識一個 在網路平台很成功的老師 我就跟著他做 我就轉戰網路 所以居然是因為 就是開心農場的這個契機 認識了 所以你看我這些都是在網路上分享 因為這就是我本身的行業 網路行銷 這樣 那也是蠻不簡單 因為傳統產業 原本是應該比較少會接觸到 這一塊 新的 比較新的這種東西 那也是 也要謝謝開心農場 對啊 好奇怪的感覺 對啊 後來都倒了 因為那個也是過得很快 小小 我現在還做小小戰爭 有沒有 有有有 也是開心農場公司出品 可是我還去寫攻略 你寫攻略 然後那個什麼 Game Based 遊戲基地 還幫我弄一個 獨孤引武的專區 好屌喔 攻略專區 這個超級前輩的意思 你們現在去Google 還Google出來 那很迷喔 那個時候應該很迷吧 我本來是在FB 分享攻略 就是讓大家升級 來偷拆或幹嘛 或是來打戰 然後那個 Game Based的版主 就跑來問我 寫信給我說 你幫你弄個專區好了 也不簡單 真的 真的 可以在Game Based有專欄 有一個 很厲害 都是誤導誤導 也是 就是比較年長的 有一些 就是甚至都不太會用這些電腦 你可以 你可以去了解 還可以去 玩遊戲 甚至是寫攻略 我覺得是不簡單 不像台哥一天到晚說他Candy Crush 對啊 他只會玩Candy Crush 還拿來說嘴 連那個小幫手都要我們幫他PO 而且第一天來說自己會玩Candy Crush 但是還打不開還閃退 那是怎麼動機讓你開始要收藏 其實我的很多訪問過我的都問同樣的問題 對 然後其實我剛開始買玩具 我沒有想到要收藏 真的 就只是喜歡玩具 喜歡玩具 對 因為我小時候 對這種高價產品的玩具 不可能 看不到 都是在櫥窗這樣看啊看啊 然後都進口的 對 那其實有買有玩 也是壞掉 手斷掉我就丟掉了 我就不可能去留他的 對 只是後來覺得 開始有上班了嘛 然後有基基基礎了 嗯 想要把那些玩具買回來 對 記憶買回來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這樣 其實好像蠻多人都是這樣子 對啊 都是小時候 有一點遺憾 或者是 想找回一些感覺 然後長大有自己收入了嗎 總不是說窮學生什麼都買不起 那有一些錢可以花 然後買買買的 越買越多 就不小心變收藏家了 好像我們訪問過的達人都是這樣 這個我要澄清一下 我不是什麼收藏家跟達人 真的 我個人認為 就 從剛開始 就像我剛講的 我只是這樣 喜歡的就買喜歡的買 其實我 大家都說我是鐵琴港達人 其實你可以到我家 你們上次有去拍嘛 我還有鋼丹也有啊 什麼也有啊 不一定 就是喜歡玩的 喜歡的就買 沒有刻意要收藏 但是喜歡 所以我跟那些 在玩具圈那些前輩 不能比 我的玩具都可以玩 都不 價值都不高 這樣 可是就是買了很多啊 其實也是收藏家 對 收藏家的一種 對我們來說 已經是收藏家等級了 對 那你有印象 你的第一個收藏品 是什麼嗎 我本來開始 其實你剛剛有看到經歷 二十幾歲開始 其實我開始玩玩具 是從 戰車模型 遙控車開始 戰車 因為那比較簡單嘛 然後我自己又滿喜歡塗裝的 所以就噴漆 然後自己做戰車模型 第一支就自己做噴漆的動作啊 那要自己去學 你也知道 像我 就剛剛講的 我這麼老人家 我也會網路啊 那噴漆也是我 從年輕就開始有 大概有美工天分吧 也有 也有興趣 也有興趣 興趣就會去 稍微研究一下 專研一下 沒錯 我可以講一個好笑的 給你們聽 我不是喜歡噴漆嗎 然後以前 以前跟父母住在一起 然後後來結婚了 還在噴 老婆懷孕了 還在噴 兩個是在家裡噴嗎 對 然後就被 被我爸罵了 一定的吧 對啊 懷孕的時候 怎麼可以吸到那個 對 然後我說 你老婆小孩子 在噴什麼 然後我老婆懷孕的時候 我真的在做一輛戰車 就噴一輛戰車 噴完 她生出來以後 我那個女兒 後面有個胎季你知道 一條綠色的 一條綠色的 我老婆說 一定是你在噴 我懷孕的時候你噴漆 那個才會這樣子 噴綠色的 是嗎 應該不是吧 對啊 不是吧 如果 女兒胎季是一個坦克車 那可能就是 不是 太誇張了 一個坦克車在背後 可能是那個鏈條 所以 自從那個以後 我就說 我就放棄 不玩了 不玩模型了 然後後來才開始 收一些LD 上次你們也到 我們才有拍到 LD DVD 藍光 然後後來才慢慢 射入玩具 因為在這邊 這是我第一支 鐵超合金 鐵超合金 對 你們有看到嗎 Mazinger 這邊已經寫了01 01 就是說 萬代它出了這個超合金 會系列 然後剛好第一支 又是鐵金鋼 所以我那時候才 在玩具店看到 我重新再把它找回來 這個好像也有十幾年 應該有 1997出來了 就是很久以前 因為我記得我大概 國高中的時候 這支 那個時候才剛開始有 超合金這樣的 它就是先 從鐵金鋼這些 開始做 所以這個算是 因為現在已經很多 超合金的玩具 但是那個時候好像 結果我後來就 01,02,03 一直買下去 一路買 一路買 它不一定每次都提點鐵金鋼 對啊 因為它有很多機器 可是就這樣 自然而然就這樣買下去了 那 我們來講無敵戰艦好了 剛剛是講到 那是 你的 是家中的收藏 然後你把它打到成一個 無敵戰艦 是這樣子 那 怎麼會突然想到說 要改 弄一個無敵戰艦出來 這樣 這個也蠻好玩的 我相信 大家 玩具人跟我 都有同樣的故事 就是說 我們剛開始買玩具 家裡一定沒有地方放 我們沒有地方展示 對 我都是一盒一盒這樣堆起來 展示櫃有 可是裡面就是盒子 剛開始都是 一定都有 經過這樣子 對 那 其實我很早就想把它展示出來 因為我覺得玩具是要玩 對 不然放在那邊 我連我自己那邊看到 對 只是盒子 對啊 買起來 你如果很多年以後 打開一下 裡面都已經氧化了 那幹嘛 那我花那錢幹嘛 對 所以我很早有這個念頭 可是一直沒有 就像我剛才講的 我爸會念 帶我兒子 還在玩具 那時候這樣 對 好像每一位來我們節目 都有經歷過這一段 只要是家裡收藏很大量很多都會這樣 不管是爸媽 或是自己老婆 都講過一樣的話 對 那打到這個戰艦 然後後來我就 大概到2012年吧 就是我爸爸走了 那因為他的房間就空下來了 那我就想說 也是該讓 雖然我老人家走了 可是我該讓我的玩具出來呼吸了 那爸爸有沒有託夢說 你這個不好走 我一趟你就把我的房間 都放你的玩具 我相信他會很贊成我這樣 這叫妥善利用空間 對啊 所以我就把他的房間打掉 然後就做一個玩具的收藏 就是整個就是連裝潢都 重新裝潢了 全部重新裝潢了 那是2013年 等於是第一次裝潢 了解 那你說的無敵戰艦是 去年才又裝完第二次 所以本來的意思是把它弄成展示間 然後去年 才把它改成無敵戰艦 因為我第一次裝潢一定是找室內設計公司 對 那室內設計師 我要講什麼 他聽不懂 我要講什麼 對 他不懂 他不懂 因為他們應該也幾乎不會接到 像是這樣的需求的東西 所以當初我有分享在Mobile01 就是展示間而已 只是擺一些櫃子 然後有可以擺玩具這樣 只是到去年 因為我開始跟玩具同好交流了 剛好認識一個玩具同好 他本身 他們公司就是展場設計 展場設計 展場設計 展場設計上班 他本身對玩具又喜歡攝影的小葉 就叫小葉 然後 我講什麼他都懂 他懂你 他知道你要做什麼 感覺是怎麼樣 我們找一個天空 我就想說 那我們再來重新打造 於是就開始 我們是不是有影片 對啊 好像我們來看一下 是假的 這個是能嗎 對 哇好酷喔 哇賽 所以這是鷹鵡大哥自己的家 喂 這是Pachiko專賣店吧 好誇張喔 這是你的 是你兒子會尖叫吧 還好啊 還好啊 那是心裡會差啊 沒有聲音啊 因為他從小都看我的玩具 好酷喔 這是文泰澤的 文泰喔 我今天有帶來另外一隻手 真帥是天花吧 對啊 沒有蓋特 有啊 哇賽 這個真的太帥了 這個已經是主題樂園等著 我可以問一下這樣裝潢 花了多少錢嗎 這個啊 販錢 負荒變多了 負荒變多了 這一定很貴 我覺得對很多玩具人來說 這應該是 就是夢想的 這是中級版耶 這是讓玩具出來呼吸嘛 對 我的天啊 就是喜歡 然後還有場景 就是叫那個MIST的喬 喬老師蠻好做的 他還常上你們節目吧 還蠻長的啦 不知道為什麼他一直來 當然 他就是你知道沒什麼工作 一直要來我們這邊 要討厭喔 是啊 真的很 是啊 好厲害喔 所以這個無敵戰艦 是在英武大哥你自己的家裡 對 所以這本來是爸爸的房間 對 然後現在改造成這個樣子 我剛才說 前面第一期的時候 是我爸爸的房間而已 後來這個無敵戰艦 是連房間 後來書房也把它打掉 然後兩個房間連起來 全打空了 對 所以家裡竟然有自動門 對不對 這樣的意思是家裡有自動門 那是連動而已 沒有到自動 好厲害喔 我想要 改天可以去 我想問像這樣子 是 是 大哥你在他還沒有成型之前 就已經全部都想成 就是這樣子 還是說在製作過程中 也有其他的同好加入 然後大家一起來構思 把它弄出來這樣子 對 你講得非常對 因為當初我跟小葉 我們開始討論這個 怎麼去裝潢的時候 我就想到說 我就開始發想 然後因為我都是收集機器人 對 你剛剛有看到不只鐵琴鍋 機器人 什麼都有 我就把它講說是一個 被機器人攻擊的無敵戰艦 那因為現在的卡通 無敵戰艦不是在海上叫戰艦 在宇宙的戰艦 宇宙的戰艦 那我發想是從這邊開始的 就是說 我讓人家覺得 近來就是一個被攻擊的宇宙戰艦 然後還有一個你剛剛講的 我很希望說 這個雖然是我花錢專網沒錯 可是我希望 我的同好都可以一起來參與 那種參與感是最重要的 對 所以我就找到了文泰 喬老師他們 很多願意幫忙我的 我們大家一起來打招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玩 他們到剛剛那裡他們有尖叫嗎 喬老師自己去布展 待會兒再布展 你看喬老師就一直攀人家關係 對啊 喬老師是不是很 老婆不喜歡他 所以他常常出去 出去鬼會 他又來上節目 他剛生小寶寶 我們知道 他上次還來 然後就說 就是他從他 小寶寶還沒生出來 然後一直來我們節目 來到小寶寶已經要生出來 還再來我們節目 對啊 然後現在小寶寶就生出來 對啊 我跟他說他生了鋼彈女出來 對啊 真的因為他很喜歡 那銀武大哥 你像這樣 就是所以 你就是造成這樣的靈感 去設計一個 燈箭門 這樣子 因為看起來就是一個 戰箭的長門 對啊 就全部都是你自己 一開始就這樣子想 然後才就要做 80%是我的想法 另外20%是大家討論 即時廣佈這樣 很厲害 那我剛在影片一開始 有看到有一排 有座位 然後還有柏青哥 是柏青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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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狗的機台 那那個時候 你原本就是也有想要 擺那個東西在那邊嗎 對 那也是收藏品之一 所以你把它 佈置成那樣 也算是收藏品之一 因為那個 你也知道日本的 金狗機台 它是有主題性的 都是卡通裡面的 沒錯 那我覺得 其實我從小 我們從玩電動的時候 電動玩具 遊樂器的時候 都喜歡玩喇叭機 其實其實最快的 對對對 就不用頭腦 然後還有掉錢的感覺 就這樣 沒錯 然後我就覺得 那因為 不一定每個人都懂玩具 對 我覺得我要讓人家來我家 是懂玩具 我們就聊玩具 對 不懂了你還可以娛樂 還可以看玩具 就看一個 就像 傑儀剛剛講 玩具展 對 這樣感覺就不錯 就大家就可以一起 大家都聚在一起 各有事情 老少賢儀 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可以做 對 因為我看剛剛那邊 不過就這樣擺一排 然後還有椅子可以坐 就感覺就是一個公共空間 大家可以玩這樣子 以前那個盆金狗 本來是自己去找的 像其實台北市 因為阿扁時代 他當市長的時候 靜止賭博性電玩 靜止賭博性電玩 所以台北市都看不到 對 所以我都去外縣市找 後來我在戲子 有找到一家 你也知道台灣的機台 都是二手 日本二手 對 那時候就去讓工廠 自己去挑你要的主題 你喜歡北斗神圈 你就挑北斗神圈 你喜歡挑什麼就挑什麼 所以自己在台灣 你是選到的 本來是這樣子 剛開始 後來我買了一兩台油 發覺那一家公司不見了 不曉得是倒了 那應該是被操掉了吧 應該是被操掉了吧 不曉得是倒了 還是搬走了 那很好玩的是 我剛好又認識一個玩具同好 他在南部台南 一個林先生 然後他是 他就在遊樂場上班 他進口那種遊樂場上班 後來我就透過他 進口我想要的主題 結果不久之後 這間公司也不見了 不會啦 不會啦 你太有在看電視了 你不在看電視了 除了柏青哥以外 我還看到一個 是有一個等生大 等生的無理演技 我們好像有一個影片 也可以跟觀眾分享一下 好 你先來看一下 不好意思 導播哥 導播哥不好意思 我們要去影片 對對對 果然有北斗神拳的 好 很多啦 加美啦 加美啦 神龜 福音在世 你們都叫得出來 可以 現在星際大戰 現在到12月都會流行 沒錯 因為馬上就要有新作 因為武哥你平常 自己在這裡面 一天會待幾個小時 我 應該不到一個小時 喔真的啊 所以不常待在裡面是不是 對 通常都是有 有客人來 對 有玩具通常來 我才會去 因為我自己都 都玩過了 這都蠻好玩的 因為他那個聲光也 很有 很炫 很炫 他很可愛 他本身就有卡通的劇情在跑 你如果一直中一次中 他的劇情會一直下去 這樣 很酷耶 他們現在這種都很有主題性 就也很有收藏價值 因為每一台都不太一樣 他的動畫 他的造型都不一樣 所以我選很多主題嘛 然後讓大家都可以 挑啊 選 童年回憶你們 我們可能北斗神拳也可以 蠻好玩的 對啊 重點是平常如果有在玩 Pachinko 這樣進去應該就是 應該就是要瘋了 那鷹鷹哥進去要換錢嗎 要投錢嗎 還是你隨便帶阿文 要換錢 那個本身就是要投錢 投幣沒錯 可是你要跟我換代幣也可以 順便穿一筆 有沒有想過哪天要把它變成就是 營業是不是 開玩笑的 怎麼可能 只是一個收藏 你們不要害我被抓 下次還你在告訴你 沒有就當做收展場的門票費 但是門票費可以玩兩次吧 隔壁判獎品了是不是 對對對 剛剛這個是柏欣哥的影片 是柏欣哥的影片 我們剛剛沒有介紹到 那我們其實有一個 等身大機器人的影片 我們來看一下 很大台 這麼快阿 我剛剛有發現 就是 大哥收藏品 大部分都是 永建豪的超級機器人系列 都是這樣 但那個大的那個 很大的那個 那個是哪裡弄來的 哪裡弄來的 當然是從日本啦 從日本 因為 蠻好玩 就是前一陣子 有一陣子不是 那個美國 鋼鐵人剛開始 電影開始 風行的時候 很流行等身的鋼鐵人 那時候開始才有等身 開始流行 那時候都是 鋼鐵人等身 都是在賣給玩家 對 都買得到 你只要有錢就買得到 後來 再打到這個無敵戰線 我想說 總要有一個鎮店之寶吧 對 就是無敵鐵金剛 我就請 玩具店老闆幫我 要在日本找 然後就找到了 然後就找到了 本身的鐵金剛 因為通常這種 在日本來說 它都是電頭物 就是商家的電頭物 不是像那個鋼鐵人 可以去訂的 所以就是要去找 然後也要看那個品項好不好 對 有的人可能刮漆啊 什麼的 我那玩具店老闆 蠻細心的 他請日本朋友去現場看 看食品 然後覺得這個OK 然後價錢OK 就帶回來了 對 運回來這樣 那選擇鐵金剛的原因呢 因為等生大的 應該其他的 比如說 鋼當然還是有 什麼之類的 是就是你本身 就是最喜歡 就是 因為其實我 你如果到家就知道 我的收藏品當然還是 以永景豪的 這個他漫畫家 他畫的東西 的機器人為主 那就是前面這三支嘛 對 最老的就是鐵金剛 大魔神 然後克林大函 大概是他們三兄弟 對 所以我後來還是 就像我剛剛講的 本來0102一直買下去 後來我發現不行了 這樣買下去 有些機器人我根本沒看過卡通 對 卡通我也沒看過 所以我後來又回歸了 還是把它 就繼續買永景豪的機器人 對 其實我自己也覺得就是 永景豪設計的機器人 他都有一個他自己的那種風格在 跟其他那種就是有點不一樣 所以喜歡的就真的會很喜歡 這樣子 那那個 那個運回來也花了不少 對啊 過程應該蠻麻煩的吧 對啊 其實還好 因為我都是托玩具店老闆 所以送回來沒有控狀 所以送回來可以先放在他們的店裡面 對對對 因為當初你也知道 我是後來才打造這個空間的 所以本來運回來 是擺在玩具店 也沒地方放 就讓他擺 先給他擺 先借人家鎮店 也剛好不要讓老婆知道 先躲再說 聰明 而且打到腳又倒楣 就想說偷買東西回家 先藏起來不要給媽媽知道 對 玩具店就是會床 過段時間慢慢一點點擺出來 就是床底 然後後來等打造的時候 再把家移過來 那老婆看到第一句話是什麼 哪裡來的 花多少錢 好 重點 直接官方回答 朋友送的 垃圾場剪刀的 朋友不要的 小時候都這樣講 除了等生大鐵巾鋼 另外還是指揮艇 指揮艇 指揮艇 是他頭上的指揮艇 這台我有帶 就是這個指揮艇 哇真的耶 所以那個也是在一個 你的展示間裡面的 其中一角嗎 我剛剛講的另外一邊 書房 我把它打掉 就放成指揮艇 戰艦總會有個指揮中心吧 你還放了一個電腦在那邊是嗎 對 我就把 其實那就是我的電腦桌 哇 好帥 心情好好的地方 這就是書房改造成這樣 就是一個指揮的那個 辦公比較有效率 會嗎 心情好啊 心情好啊 你剛剛看影片中 大概他的重點我都有抓出來 大概就是一個 半圓的電腦桌 鐵巾鋼的指揮艇的前面 你把它就是辦公桌 弄成像那樣的造型 其實也是蠻酷的 那這個指揮艇 大哥你裝潢啊設計啊 應該不是跟戰艦同一個時期做的吧 同一個時期 同一個時期 所以那個時候連指揮艇這個東西都已經先決定要做這件事 對對對 那桌上那些其他的地方也動成 比如說椅子是駕駛艙椅之類的有嗎 還沒有進化到這樣 但我想應該會吧 總有一天應該會是這個樣子 其實你們到我家可以看 其實那個電腦桌是烤漆的 不是油漆的 是現場在那邊烤漆的 現場烤的 所以他是桌子辦公桌是現場烤的 因為你知道那個半圓 很大 不可能搬電機進去 不說不可能工廠做好再搬在我家 都在現場做 而且因為那是有弧度的 所以很多都是用CNC 就是電腦切割 都要送到CNC工廠 切割完再回來 然後像剛剛你看到那個推進器火箭筒 那是一片一片黏出來的 黏成圓的這樣 一片一片一片 對 然後那個角度都要算得 CNC都要算得很好 所以他們是在書房裡面現場做 所以這樣子裝潢多久 兩個月 兩個月 兩個月這麼快 所以兩個月他們都在家裡 這樣子兩個月 家裡住在那邊 就這些工人都住在那邊 怎麼可能住在那邊 天啊 那會下班啦 我住在裡面 兩個月很快耶 呼吸那個 墓穴 墓穴 兩個月 那個 哇賽 那大哥老婆也是 也是 還是對誰老婆離家出走 離家出走 離家出走 我必須在電視上告訴他 謝謝老婆 真的 跟我的兒子女兒忍受兩個月 真的耶 這邊又剛好就是剛好有問到 就是大哥跟家庭的問題 好像有跟兒子一起煮聖鬥室的影片 聖鬥室 也是在你 也是 對 就像我的書房那邊 每一次都是兒子有參與的 對 他煮起來的 哇 所以他有一個自己小小的一個空間 所以他是比較喜歡聖鬥室的嗎 以前我聖鬥室一盒 因為我那是出版的嘛 對 剛剛有什麼 一盒一盒沒有拆嘛 他就看到他自己主動說 爸爸以後那個要給我煮 所以表示他 可能他的年紀只認識聖鬥室 聖鬥室 也不是認識 就可能就是喜歡 看到喜歡吧 就是一個抓粥的感覺 白鐵金剛啊 鋼彈啊 聖鬥室 我要這個 結果抓了一個算盤 好吧 所以我還專潢的時候 我就特別弄一個地方 就是 給他放聖鬥室的 請邢老師做一個神點 又是邢老師 然後 邢老師不要一直想要 洗臀在趕 對啊 一直故意參與別人的事情 人家鴻武大哥跟兒子的互動 你也要參與 莫名其妙 我的書房這邊 幾乎都是喬老師的作品 喬老師 喬老師 喬老師蠻閒的 真的是蠻閒的 真的很閒 沒有啦 這是開個玩笑 那 大哥 你跟兒子這樣子 那 您太太 會不會覺得說 蛤 你也這樣弄 然後兒子也這樣弄 然後之後 全家都一直在弄這樣 動到家 房子直接變成一個戰監 還是其實老婆又有自己的專區 也是擺的 說到這個 其實你也知道 老婆是贊成的 不然無敵戰監 不然怎麼會有 無敵戰監 不會產生 對啊 這非常感謝他 然後就是說 他唯一抱怨的 可能就是說 他說 我們的主務惑王 比鐵金剛還小 這把男子都貿認了 鐵金剛住的比較大 我們的主務惑王比較小 只是也是沒辦法 因為東西太多了 所以他從一開始就贊成嗎 還是中間有一些抗戰的 一些時段 其實 剛才我講 從我噴戰車模型 他就開始贊成 就沒有反對 那挺好的 除了 我剛才講的 女兒生出來 對 對 除了那個 念了一下而已 那也是很支持 也是很支持 對啊 也算是支持到底了 偶爾當然 小抱怨一下 一定會有的 有時候也是 不小心揍過頭了 那種感覺 那 好像有個無敵戰監的 開放參觀計畫 有影片 他寫影片 我們先看一下影片介紹好了 結果大哥說 沒有啊 不開放參觀 大哥說我沒有答應你們 什麼呢 大核耗 對啊 都有 都是 都是 上面 上面這兩隻好帥喔 是合體的 用點他的籤 哇 蓋特 好帥喔 你們都懂 大概 大概都有看過 這隻有看過嗎 簽名版的蓋特 是黑的 是黑色的嗎 黑蓋特 很精細耶 對啊 而且 哪有提到開放參觀計畫 沒有啊 開放別人家裡 給別人參觀的機會 對 應該是 大哥你之前有開放 讓 攝影的那個 反而進去 你本身知道 我們今天會有這個活動嗎 就是 希望可以開放 你的無敵戰監 給我們麥卡貝的粉絲 就是問你 有沒有 有沒有未來 因為當初 我 我剛裝完好的時候 其實你也知道 這是我家 然後 還是有隱私權的問題 對啊 為什麼要開放 我總不能 不認識的都來我家 對啊 蠻奇怪 也是 而且我覺得 現在的無敵戰艦 還不是我心中的無敵戰艦 還沒到遇到玩 等到有一天可以一起飛了之後 真的飛起來 歡迎來我家玩 還飛走了 所以目前來我家看過了 參觀的 大家都是認識的 認識親戚朋友 玩具同好 對 或是玩具同好帶來的朋友 了解 這樣子 那你們說要開放計畫的話 就是未來 可能是未來 你會有這樣的想法 我也希望 我覺得應該很多人都很希望 那可能 連我都想去看了 我覺得好帥喔 因為 你也會希望說自己 盡心盡力 設計出 還有擺設出 還有收藏的東西 能讓多一點人看到 也會更好 因為如果我有一個很棒的東西 我也會希望 就多一點人可以看到 這樣子 這個我們在後面 看到這個簽名是什麼 剛剛有一個簽名的地方 那是來過我家的一些 朋友們留下的 同好 像那個 哈比怪的 Frank 文泰 棒斯 他們都有來過 Tony 台灣留下眼 有收藏的 或者是有人玩具 是不是大家都還蠻容易交流 就是互相認識 因為我們就是 要玩玩具而已 只是想玩玩具 同一個圈子 同一個圈子 很 pure的 一個興趣 對啊 邱老師就是因為沒朋友 才加入這個同好圈 真的 真的 才跟大家變成好朋友 然後他試圖想要 抽離一點點的同好圈 來到別的節目來 就一直被我們罵 被我們排擠 那是他的飯碗 也是 我們是娛樂 我們是 不是本業 興趣 也是 我們這邊 我們在節目最後 有一個小小的 特別的活動 就是我們要請鸚鵡大哥 提出一個 提出問題 小小 小問題這樣子 然後我們會在 兩日內 與粉絲團中回答 抽兩名答對的幸運觀眾 可以免費參觀 這樣子啊 沒有吧 鸚鵡哥有答應嗎 我今天有帶這個徽章來 這是我自己做的 如果抽到那兩位 可以獲得這個 然後就可以登箭了 這個就是登 真的假的 太帥了 真的可以登箭 真的假的 有了這個 而且我覺得 而且我覺得上面的標語 好感人喔 我唸一下給大家 好你唸唸唸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沒有神人只有玩具人 玩出你自己的風格 你就是玩具人 真的 關於與鷹鵡一起玩出精彩 我可以登箭了嗎 鷹鵡哥 我自己別上去了 沒有送別人的啦 我可以登箭 好時間有兩個 有幸運的 有幸運的 兩名 兩名 兩名粉絲可以去鷹鵡哥家 去參觀一下 鷹鵡哥是不是要提問一下問題 問他們超難的 那這個要從剛才的影片裡面找 好 沒問題 你們會倒帶嗎 不會 他們可以看同播 你不會讓他們機會 沒給他們機會 不會啦 他們會自己想辦法 他們會自己想辦法 剛才你不是有提到黑蓋特嗎 黑蓋特 那個簽名版班嗎 對 你剛才不是看到旁邊有個簽名 對 上面寫幾月幾號 可是它 好像寫英文Sato 那我要 我請問 出個這個題目就是說 請問那個 機器人的原型師叫什麼 中文名字 這是黑蓋特的機械設計嗎 還是 對 那個設計師 設計師的名字寫中文 因為他們 他們 每個機器人的原型師不一樣 對 那剛才那隻的原型師是誰 中文名字 中文名字 三個字 是不是 大家 我相信 懂的人一定很快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我需要發音嗎 Sato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讓自己查 現在小朋友什麼都要別人告訴他們 沒關係 英武哥跟你說 反正第一個人答案 他們就會用摳筆的貼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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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得到登箭的徽章 還在那邊要別人講答案 開場 讓他們自己努力 對啊 好不好 因為我們是用抽的啦 就算你是最快沒有用 我們是用抽 抽出兩名的幸運朋友這樣子 沒錯 就可以免費參觀 是的 那英武哥本身你有粉絲團 需要我們幫你宣傳 你可以講一下 有啊 我有粉絲團 請看下面 有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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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孤英武的玩具 異想世界 那是你們的粉絲團吧 屁屁 沒有啦 這是我們幫你打那個 簡短的 簡短的王子 如果你們有手機可以少這個QR的話 也可以 對啊 那個是簡短的王子 我們不會騙你啊 真的 還是你覺得搜尋 還是應該 只有時間打獨孤英武 就好了啦 因為不會有人去打那個王子太麻煩了 真的嗎 太多次了 大家就自己搜尋了好不好 謝謝 那今天很感謝英武大哥來跟我們分享你的收藏 對啊 真的是讓我大開眼界 下次還有機會介紹更多 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 我們都很期待他有一天真的變成一個 真的飛起來了 真的讓我好想 就是如果哪一天我們可能過個幾年之後 聽到說 當年英武大哥那個展示前 現在已經 開放才會變成 開放才會完 已經完全變成一個 對啊 展覽空間 雖然有機會 英武哥可以邀請我們三位去玩 沒有問題 沒有 好那今天就謝謝英武大哥 那我們就休息一下我們廣告五分鐘 等一下回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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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